和春晚有什么小秘密 小秘密 小秘密 跟春晚的小秘密 其实有什么小秘密 跟你来你秘密多 秘密就是 这你都想出来了 就不告诉你 第一次来春晚 第一次在家乡和这么多人一起过年 第一次在长沙的该头 跳了一次真正的该舞 非常兴奋也非常的开心 泪流满面了当时 对对对 发出了奥特特的声音 其实我之前参加过很多次 我要上春晚 做评委嘉宾 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上过春晚 但是我确实 这是我第一次上春晚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春晚 第二次受邀参加春晚了 那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又在中午的时候 就把我的年远饭提前吃了 和饭很好吃 以下能选三四份 三十多口人 然后就坐在一个大厅里边 大家一起看春晚 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在一五年之前 都没看过春晚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家没有电 更没有电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就是 我第一次 这二八点 看春晚就是 看那个吴京老师 和真子的老师 那个 我在很小的时候 能够完整地背诵 货真价实这个小品 现在已经忘了 我以前曾经当着 费翔老师的面 唱过他在春晚上唱的一首歌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什么火 我忘了去唱 我们每个人的身子里面 都贴着很多的软宝宝 其实在舞台上表演 已经像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但是每一次呢 我在上春晚 登到春晚舞台的那一刻 都很紧张 有一天做梦 梦见 我在吊着薇娅唱歌 就是这一个月 我妈老问我忙什么 我天天不告诉他 我忙什么 以前就我跟孙老师 有一个习惯 就是不管是 各地方的演出 是去哪演出 上场前 我们都会对一个眼神 而春晚上场前 我们会 对两个眼神 但是春晚上 一定要给互相 要给互相 对方加油 有个这么小仪式 这算是小秘密吧 两个老爷们 但是哎呀加油啊 其实挺饿 现在 是 行 走了